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喝茶的小吴 你以为铁观音是一个茶叶的名称吗 不 它还是一个树种的名称 你以为黄金桂是一个茶的名称吗 不 它也是一个树种的名称 不过黄金桂茶树 别名还叫黄蛋 今天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款闽南乌龙的代表 黄金桂 入门级黄金桂 我就分享这个吧 先看一看产品的详情表 我往这边挪一点 贴个图片过来 首先看品名 品名叫黄金桂 你有没有注意到配料也叫黄金桂 虽然都叫黄金桂 但是它俩的意义可不一样 品名的黄金桂就是黄金桂这个茶叶 配料里边的黄金桂是指黄金桂这个树种 再看产品标准号 GBT30357 这是乌龙茶的标准号 3就代表着第三部分 也就是黄金桂这个茶叶的国家标准 质量等级是一级 所以虽然说这款茶叶有252克 也就是半斤吧 但实际上它只需要78元 想尝尝鲜呢 我的橱窗可以走一波 按照国家标准 实际上在一级黄金桂上面只剩下特级黄金桂了 关于这个茶叶的质量等级 甭管是特级一级二级三级 它只能做一个参考 具体这个茶叶喝到你嘴里是什么样子 茶叶的等级只能做一个参考 它不能下决定性的结论 所以说看到这个等级不要迷信 参考就行了 我们看一下国标中对黄金桂这个茶叶的定义是什么样的 它是这样说的 以山茶鼠茶种茶树黄蛋品种的叶柱芽和嫩茎为原料 依次经尾雕做青 做青就是亮青加瑶青 简称做青 杀青柔碾包柔烘干等独特工艺加工而成的 具有特定品质特征的茶叶产品 简称黄金桂 听完这个工艺流程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这家伙除了数种不一样 跟铁观音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黄金桂跟铁观音它的共同特点 第一工艺流程是一样的 第二他们都属于青香型闽南乌龙 所以他们的品饮的特点和风格是非常类似的 甚至是接近的 但是和青香型铁观音也是不一样的 首先就是数种不一样 铁观音用的是铁观音数种做的啥 黄金桂就是黄金桂 也叫黄蛋 第二采摘标准和嫩度也不一样 通常情况下黄金桂会比铁观音更早的上市 最后传说中我是没有特别明显的感受到 铁观音清香型呐呈现的是蓝花香为主 而黄金桂呈现的是以桂花香为主 接下来的时间 我就用我这个出差用的小旅行茶具 给大家展示泡一下 这个78块钱的黄金桂到底怎么样 恰饭无耻劲 这套旅行茶具也在厨房里 反正也是我经常喜欢用的一套茶具 这是一个主人杯 但是通常我把它当做滤网托来用 它包过三个小杯子一个滤网 接下来就请我们的黄金桂这个茶叶上台 老规矩先看干茶 条件有限 先把干茶就倒进这个小碗里 还有一点 干茶闻起来有一股非常明显的清草气 基本上可以判断它的发酵很轻 草青的温度也比较低 甚至时间会比较短 但是这是符合黄金桂工艺特点的 干茶的云齐度还是比较不错的 虽然这个茶很便宜 但是云齐度能做到这个份上 还是很令人满意的 另外干茶的形态也比较紧实 这个表现还是非常优异的 整体来说干茶的表现是非常让人满意 但是清详细乌龙茶 真得看展开的速度 还有夜里的情况 才能做最终的判断 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茶具 把它泡出来喝一下吧 直接投茶 声音还是蛮清脆的 在正式冲泡黄金桂之前 有句话还是要啰嗦一下的 就是新手茶友在入手这种 等级很高 但是品级不是很高的茶叶 尤其是乌龙茶的时候 首先水温100度 不要犹豫 废水就行 第二 茶水比就是150毫升的钙碗 或者到180毫升的钙碗 就配8克干茶 最重要的浸泡时间 就是寄出寄到 见水就出汤就行了 然后关于洗茶这个问题 不要洗茶 尤其是这种正规品牌出来的乌龙茶 大部分都会经过除灰粪或者是除尘 只要出场 只要经过检测报告检测 那么它的灰粪是达标的 而起茶只能洗掉灰尘 其他啥都弄不了 最后经过柔碾的茶叶 包括这款黄金桂 第一泡茶汤 浸出来的滋味和香气都非常特别 值得一喝 好了 不啰嗦了 赶紧出汤 直接注废水 然后别犹豫 直接拽滤网 等它滴干净 不要留茶底 第一泡先倒一杯 剩下的就浪费了 倒掉吧 直接出第二泡 准备出第二泡 第二泡注水 第二泡出汤 第二泡倒一下 剩下的倒掉 一个手 这滤网从绿托里拽不出来 我提前给它拽好了 第三泡注水 第三泡出汤 好了 三杯出完了 先看一下叶底展开的情况 依照目前叶底上折痕的情况和展开的速度 这款茶基本上能判断应该是鸡鸭茶 第二呢 单独看一下这个叶子的边缘有不规则缺口 因此这个茶很可能是做了甩边工艺 闻一下叶底的气味 这个叶底的清味比较重 也印证了在干茶阶段判断它发酵比较轻 因此这个茶还没喝 基本上能判断它应该是偏清爽型 这是第一泡茶汤 当时干茶还没有完全禁开 所以茶汤的颜色比较淡 真正能代表它的应该是二三泡 茶汤以黄绿色为主 相对来说就很正常了 符合国标的描述 看这个叶底展开的情况 我估计这款茶叶最多能喝五泡 不会再抄 所以说我就以第三泡来品鉴一下 别说这个茶汤还真的是有一点淡淡的桂花香 跟铁观音茶汤的香气还是有差异的 入嘴之后还真有点桂花香 这个一点都不夸张还真带一点 但是茶汤的口感很薄 香气层次感也弱一些 而且不太持久 虽然入口之后能很明显的感受到花香 这个感觉也是稍纵即逝 很快就没有了 整体来讲还是偏清爽型 比较爽口 因为本来也是 黄金桂它在做清和炒清的程度都比较低 因此偏绿茶风格也是理所当然 怎么讲呢 这款茶谈不上优秀 结合着78块钱半斤的这个价格 我感觉属于中规中矩还是比较中肯的 如果是老茶鬼的话 可能不太香得中这款茶 因为它的口感和层次都欠缺一些 用人话讲就是不太符合品鉴的需求 但是日常饮用尝个鲜做个招待茶料办公室还是绰绰有余的 最后总结一下 这款茶有没有必要买的话主要看你自己吧 准确的讲主要看你是在什么情形下喝茶 只能说做个推荐 不做重点推荐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各位拜拜